各位評審好 我們是傑克與毛豆之《毛豆新生命》 這是我們的內容大綱 1.血倫 我們的研究動機是 將毛豆加入伴手禮當中 以伴手禮的方式將毛豆推廣出去 毛豆在市面上產品太少了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做成伴手禮的方式 這是我們提出一下幾點的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我們在藉由尋找資料的過程當中 發現毛豆的歷史是以中國最早 而毛豆就是 毛豆的影響價值非常高 當中最高的就是蛋白質 我們找了幾種台灣有產的毛豆品種 這些品種當中包含了許多我們不了解的品種 可是藉由資料當中我們不能夠太明確地分析他們 這是我們找的相關產品介紹 這是我們的研究流程 這是我們第一次實驗過程的結果 我們發現第一次實驗結果並不成功 所以找了幾位上一科老師進行反彈 他們幫我們提出了幾下幾點的結論 這是我們經過他們的結論之後改良的第二次實驗結果 我們在第二次實驗成功之後 我們採用了問卷法 這是我們問卷的最後統整資料 一基本資料當中我們發現 以女性居多而以16到20歲居多 問卷內容我們發現喜歡吃毛豆的人比較多 可是相對的吃過毛豆其他產品的人卻相當的少 三知道台灣台南是新式有產毛豆的比例也相當少 四知道毛豆的營養價值很高 這個比例也很少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台灣人對毛豆並不了解 研究結論也接過於討論 一成為觀中我們可以發現非常反彌的人居多 香氣也是非常反彌的人居多 而口感和方便度都是因反彌的人居多 這代表我們的毛豆營養拍是成功的 研究結論 一毛豆的營養價值很高 然後可以開發成不同的產品 二可以增加對毛豆的宣傳 三可以將毛豆做成伴手禮 四毛豆可以做為新式的特色的產品 研究建議 我們認為毛豆並不適合加在外皮 而後續研究者也可以針對磁點下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並改良 二我們發現為什麼普遍的人明明喜歡吃毛豆 可是卻對毛豆相對性的不瞭解 所以後續研究者也可以針對磁點下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 本研究當中有提出許多毛豆品種 可是發現藉由無限當中 我們不能夠太深入的去分別它們 所以後續研究者也可以針對吃點 下去看如何更細分毛豆的品種之間的差異 同正 毛豆含有相當高的營養價值 可是台灣人民卻普遍對毛豆不太了解 甚至不知道台灣有出產毛豆 所以我們想要藉由伴手禮的方式來推廣毛豆 讓台灣人知道毛豆的益處 根據我們的問卷當中可以發現 大部分人對我們的毛豆是接受的 接受度是高的 而願意將持霸手禮推廣出去的人也多 所以我們相信只要將持霸手禮再以改良 一定可以做更好的產品 讓國人不管是在出國還是在國內 都可以發送給自己的親朋好友 讓他們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我們報告結束 謝謝大家